10号 彭宇 你是我站了这么长时间 见到的第一个 能让我在心底里成 就是承认是酷的人 是酷的人 谢谢 你知道吗 让他承认酷有多难呢 不敢当 真的不敢当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两个星球上的 我是活在1688号上面的酷炫少女 你是1866号的音乐怪才 谢谢 谢谢 喜欢这样的小伙子吗 我心里特别欣赏他那种品质 沉着于一件事情 然后刚才他谈那个游客里里的时候 就那个嘚瑟劲 我特别想揍他 但是我还有点就是挺欣赏的 就是他和我一样 我们是一类人 就包括我 可能我们沉迷的东西不太一样 但是我也会专注什么 就会摒弃外界的声音 我就这样 你愿看不看 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仙女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仙女是不是像我这样的 像我这样 你记住问题问的他都往上看了 看到场上是10号彭玉的灯亮着 问一下彭玉的想法 我现在特想哭我也不知道为啥 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小伙子简直就是可爱自己 但是我就感觉他是来找仙女的 然后我这还挺纠结的 我感觉我自己不是 我可能是个战士 我不是仙女 但是我留灯 加油 来那么我们掌声有请 10号朋友有请 上场的时候 小伙子就选了一下 他心目当中的一中人 也是他心目当中的仙女 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现在揭晓 许六号baby 来 掌声有请 相信我努力 我期待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万有情多有你我愿意 万想跟个回家去 小伙子的发 你看 这两款仙女完全是两个星球的 彭玉想说点啥 彭玉 对 我觉得我喜欢我就站出来 别管他选不选我 但起码我觉得这个我得站出来 对不选我 我也没办法 那确实我觉得身上就是有心 我的点挺好的 如果你不站出来 你口中说的那个酷炫的小伙子 我们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 可是今天你站出来我们都知道了 甭管最终是不是仙女能站出来 就说明至少你也是个落入凡间的精灵 5秒钟倒数计时 你选择谁就站在他的对面 好吗 5 4 3 2 1 我觉得今天这已经足够浪漫了 不够 这是一部分而已 这是这是什么 一部分 你是说这个会是你们两个 接下来相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的浪漫是吗 还是今天的一部分的浪漫 今天的一部分 哎呀 看来还有重头戏呀 是的 现在能揭晓重头戏吗 需要观众配合我一下 可以吗 好 希望这边的观众呢可以移到这边 好吗 希望这片场地我都要用一下 可以吗 需要跟大家互动吗 万分感谢 哦 来来来来 来大家拿一下自己的行李啊 脸看那边 不应该回头啊 谢谢 特别感谢 帮我喊三声加油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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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